在这儿等了一上午了的 你一开始说半个小时 哎呀 挂了 真是光的身子拉膜 丢了一圈人呀 大爷和大妈与好要见面相亲 结果电话打过去 大爷家里不仅有女性的声音 当红娘询问时 立马挂断了电话 难不成有啥难言之隐 难不成有对象了还在相亲 阿姨 见美 太不容易了阿姨 又见面了 您好 您播调的用户暂时无神天心 9点半到达这个位置 现在都快10点半了 叔叔 您刚才是有什么事了吗 嗯 教你呢 然后你去那个船头就电话去了 嗯 那您还得大约多长时间能到 您看 下午交不也行 明天交不也行 那也不是说今儿不交接就给你停电 算是有的时候儿女来 还行离婚的呢 老伴什么呢 送我出来 叔叔迟迟不着 我还有一点心情不坏 虽然咱大妈手快心得好 可在相亲路上 确实一步一步的踩呀 这等着黄花菜都凉了 叔叔还是没有出现 更是保持取消电费去了 对于名字人来说 这可不是借口的呀 对于来相亲的大爷来说 一听说有合适的老伴 叔叔 别说交电费了 就算是家里拆迁 也得跑过来相亲 缘分这种事 一错过就难遇到了 叔叔 喂喂 完了 我过不去了 那车给我刮了 车刮了 我坐在车车下车走 走不远 他开车给我刮一下子 您刮到哪儿了 刮到腿上了 刮到腿上了 坐在这儿子 刮到腿包上去 严重吗 不严重 阿姨您过来 阿姨就在我旁边 您跟阿姨说一说呀 你好 这是谷阿姨 谷彦霞阿姨 这个是张华明叔叔 您咋样了 没事 没事 我一会儿到医院 再给我检查一下 你这把他腿包 行 你到他看看吧 叔叔 我们在这儿等你了 行 行 好嘞 是真假呀 真不知道 我给我哥姐的事情 不行了 叔叔 你今天他起来 他就没办这个事来 对于咱大妈来说 大爷的借口 属实是有很多漏洞 一会去交电费 一会又去坐公交 最后还表示出车祸了 总之就是不想来相亲了 这对于正常人来说 明显是故意推脱呀 大侄那中午好 我已到医院了 这时间赶得 中午午休 还得等到一点上班 他到医院中午午休了 你这样办行不 就让他用你的微信和我聊聊 或我加他微信 那我给他发个视频 然后你俩聊聊 行 看看他检查怎么样了 你好 叔叔 要我朋友来 您这左一趟右一趟 他还能坐公交车 我看他腿脚还挺明便的 是吧 现在半大腿疼 那您为啥不在医院等朋友啊 让朋友去医院就得了吗 你还要出去找你朋友吗 那非得让我去上他家 中午午休嘛 让我上他家吃过饭 完了跟我一起 再回省医院 你让他走吧 让他回去吧 完了我行 不停 不停掌握事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彻底下不来台了 明明似的腿被撞了 结果还有心思去吃饭 这显然是有对象呀 按照咱这个操作 有了对象还跑来相亲 无疑会被咱红娘 拉黑名单 相亲嘛 至少咱的时辰呀 就别见面了 好像有一个 有女的 说别见面了 自己别见面了 说话不算数的玩意都是 说说哪就半男 别说是个爷们儿 就娘们儿都不能磨叽叽叽的 还要直呼 跟家有个老娘们 就是但凡对您这个职业有质疑的 您都不想选择 嗯 对 我就喜欢唱二人转 喜欢我最好 说的 他不喜欢 你还有喜欢呢 就是还会一直找下去 是不是啊 对 一直找下去 不成再来 你就帮我选啊 不许的 阿姨 肯定能帮你选一个好的归宿 这么隔离了 我还找不着 咋我也能夹出去 咱大妈也是明白人呀 毕竟有对象就有对象了 直接拒绝大妈就行了 没必要吃着碗里 还看着锅里呀 为了不来相亲 全程都在撒谎 如此相亲 无疑成了反面教材 来 两人 请进 进那儿多数 吵的样子不突变 哎 上那人 上那人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感觉你长得还可以 觉得挺漂亮 第二位来相亲的大爷 人家的条件 无疑是人中龙风 每月收入五六千元 还有四个的住房 俩人刚见面 都是残宝宝地嘴 出口成诗 总之对方都是浑身优点 这话听了 换作是任何大爷大妈都开心呀 您建议阿姨干这个职业吗 那这个年龄呢 他还能翻天覆地哦 不可能了 那您建议阿姨 有演出的时候外出吗 那你偶尔 去是去无所谓的 这个不介意 虽说大妈差二人乱 收入比较低 没事虚寒温暖 无微不至的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而咱大妈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说说您是离异的呀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您您跟阿姨说说情况呗 挺多种原因 谁成天吵闹的时候 没意思 你为什么吵啊 家庭琐事啥都多了 太多了 正常一些家庭琐事 不能让你们感情 破裂到这个程度啊 就是太多事了呗 全抱抱到一起 主要矛盾是啥呢 主要矛盾还是 多了 他离婚 他们说实话 他什么你忘记说 要说咱大妈 无疑是神探敌人节呀 上一位大爷不断找几口 隔着屏幕 咱大妈就分析得头头是道 直呼大爷肯定有老伴了 第二位大爷在曾经的婚姻上 也是说的不是那么直白 咱大妈直接表示 肯定有啥难言之隐 对于老年相信来说 彼此的过去都不经考察 毕竟每个人总有那一段不堪的过去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有几个埋的在这 像过去年大女的二年 咱们还要 那要是晚上看了地不舒服 我再拖下在学校 不拖下睡得不得劲 拖下地在学校 那挺干净的 那是特性 我说那敢有个手臂 手臂下就捡起来 搁起来 晚再回头再睡觉 那敢睡觉睡觉 我敢怀他手臂手 睡觉睡觉谁 谁能开灯去看一下地有有棍 那时候回头说有少不有啥的电子 那没有 那样的 还烂眼睛 你看那玩意 啥你都有 那就特性了 不是特性 那叫洁癖 不叫特性 你是吗 不是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咱大爷属实有点洁癖呀 虽然他不断地解释 那明白人都清楚 对于这个年纪来说 稍微有点洁癖的 如果另一半不是这样 那俩人肯定走不到一起 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对于老年人来说 很多小事比年轻人都叫真样 那我就不明白 所以说我得干嘛一天来 行啊 没好意思说呀 有时看你 没有他事先 他事先就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从你身上干什么 哎呀 是不是 我事先就跟他说过 你问他 我提过吗 那他为啥 怎么呀 他有这 他拿这事这么大事呢 干净呀 我是说我自己 我还没说你 我刚才我说我自己 我不是说你 你也不是说我 但我就说 我是你这个想法怎么能 有点 我不是怕 你说 你用这家庭琐事好 和到一起的 用这些炒针 没啥意思 是不是 不闷闷 那得炒成啥样呢 这我最起码就是 这也不算啥大事啊 就在我心目当中 这不是事 这这都不是事 才是小黑子 所以你把这个事讲出来 我们都觉得挺不错 谁闹过来 你要我蒙圈了 不是 我不是说你 要你蒙圈 你好好说 行行好好说 没事 你变心 你能啥 没别别说 真的不好 大爷也是哑巴吃秤脱 铁了心不说呀 对于过去的事情 只是稍微点了一些洁癖 可他的洁癖 难不成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这弄的大妈也是15只水桶打水 内心七上八下 认为大爷是不是还有啥 可可要求 万一煮熟的鸭子在飞了 那以后再相亲 属实的等很长时间了 好了 有好的消息通知你们 要是想喝酒那天 要你们三位去喝酒 哎好 那我就提前祝福一下 我要期待那一天 因为路还长 都慢慢去相处 是吗 但您是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有一个态度 喜欢 喜欢啊 就是可以相处是吧 对 这都一样有鞋子 没啥大问题 就是往前处 我看不出 我看就对我啥 聊了看吧 因为我今天也定不下来 能买了就定下来 这那就是卖一路 哎呀可不是那么容易 不看过白头大老 弄到最后 咱大爷依旧是不张嘴呀 当然大爷也解释的十分清楚 此时所成过的 无疑是空头支票 俩人是否合适 还是处处在说 我这一天我都门都不能等你 那不会那个 你把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想的太高了 俩人都是光个身子拉膜 丢了一圈人 一个自认为条件比较优秀 可以多要些钱 一个认为自己条件不错 能护悠个大马当免费保姆 结果都是千年的狐狸 凑到一起 直接上演了一场聊斋呀 听说你这块住的是阁楼是不是 对啊 阁楼 那咱上去看看去吧 走吧 走吧 你领路 就高长库了 就大长库 那这要是正常住人的话 其实也够住 是不是 够住 也没住 这就是长库 你这堆的 都是压七八糟的 这堆的都是啥东西呀 全是货 衣裳啥的 鞋袜子啥都有 压七八糟的 都是卖的 都是卖的货 你住哪儿啊 是 就上面 顶着那层啊 顶着那层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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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 转不过这身儿的 换碗 啥垃圾 都 在这上面是个床 对的 上面住啊 那这天天上下 挺不过 我这一个人 我都别说是啊 别说上床 我上树的都轻松 哈哈哈哈 刚进门 咱红娘都蒙了 知道的是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垃圾堆呢 咱大妈脸上抹得很白 有着化妆的时间 何不如把家里 打扫一下吗 这环境 老鼠近来都得迷路呀 万一找个优质的大呀 光的环境 都得吓退人家 这时候我就 干那个 刮大白喷漆 啥的 刮大白喷漆 对 这不都是 装潢吗 那现在干啥呢 就平平淡淡的 嗯 最近一切 没干啥 反正就没得 有点新年货 有像就刚才在你家的时候说那个市场 嗯 那对 我去市场就多了 哪都去 那挺吃苦啊 那对吧 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冷天热天的 嗯 都在这 要说咱大妈的条件 属实不管恭维 不管过去有多么辉煌 至少现在这条件 压根上不了正常 俗话叫做英雄不提当年有 很多相亲的大爷大妈 总爱说过去的实际 可对于相亲来说 这些都是瞎子认真 对不上眼 除了能自我感动一番 还有啥用吗 大爷没上睡 这人还贱 你要说待两天不去干去了吗 我这家大爷还没意思 还想去干你 你是自己是有退休单位的 对 有退休单位 那怎么还干这么多活呢 我为了挣了钱养老呗 那不够养老的吗 退休 那那两千多块钱好夹 反正就对了点零花钱 那以后找老伴还干吗 干不干都行 反正干也行 反正要不干呢 你这得除了去留的钱 反正就是闲不住 对就闲不住 咱大妈此时是春天的蜜蜂 闲不住 退休工资两千多 自个没事还出去找点活 之所以如此努力 还是为了以后的晚年生活 光这份勤劳的精神 属实是值得咱们点赞呀 毕竟有些大爷大妈 别说工作了 就连一日三餐都懒得做 说是相亲 很多都是想找个保姆 伺候自己 多少孙儿小 你咋的呢 孙儿大能靠得住 孙儿小靠不住 找一个有稳定收入 有住房的 大不大贵的 咱也盘不上 住不住 就平平淡淡的 是吧 工资咋的 也得四千往上吧 因为你看你 你挣少少去 得不好够尬 是吧 嗯 本身年轻下 就你的干一位了 你这到老了 你这钱不用花 他就开着去干你 那对于叔叔的长相啊 性格呀 长相那都无所谓 咱也不为了要下一代呢 主要是 也是得实实在在的 别长心眼的 别耍花招的 就这么大岁数的 也不能说 过三年二载的 行了 又 完了那啥呢 那也不可能 那事儿是吧 得登记 必须得登记 嗯 属于就是 真正的那啥呢 真正的 然后的了 在择偶要求上 咱大妈也是别有一番研究 首先就是工资 必须得四五千左右 原因就是自个收入低 茶米油盐啥的 都得需要经济条件 另外还得年龄 稍微大一点 可以关爱自己 最后就是得登记 对于明白人来说 咱大妈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相亲 更多还是偏向于经济 利用相亲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这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老年相亲 我听说你在这边还有门室是不是 那个还有两个 在哪块的 那边老李建台和那家伯 还有房子在这块是不是 那个二楼 也在那个楼 那在这块整这么多房子呢 没啥事呢 那时候挣钱多 你这一天能挣多少啊 没法说 有时候卖个千毛的 有时候三百二百的 没错 那一个月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左右 春本啊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逗量 别看咱大爷一脸朴实相 看着其貌不扬 实际上人家是妥妥的小土豪了 附近的门面房子啥的 都属于人家 每天很轻松就好几千 别说碾压同龄人了 就是很多年轻人也望尘莫及 这要是算下来的话 一年至少得几十万 另外大爷还有房子的租金呢 压根不敢仔细算 大人给他了 完了后来他给我俩房子 买房那天就给我俩干钱 买房子那天 嗯 今天那天晚上我交定进去了 他给我俩干钱 趁着我给人老壳的 我办手续那是个女的呀 对对 也是个单身 正常这房子都准备写他名了 对呀 你说写他名就写他名了 领证了吗 没有 他看着对我挺好的 最早在康平街那有套房 完了我没等住你 要给他耳朵结婚了 完了我没等你 我还要找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虽说咱大爷舍得付出 但话里话外都是无奈 这明显是让人给忽悠了 到最后赔的夫人又折兵 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咱大爷压根就不差钱呀 房子啥的说买就买 除了一阵心疼之外 咱也看不出其他的兴趣了 总得来说就是不差钱 这要是找个合适的大妈 俩人经济收入啥的 压根不需要操心 找一个有点玩意儿的 手脚老实一点的 能回车下午的 我俩人共同在有这小店 共同生活 关于我这些东西 他能帮我经过 大爷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找个合适的老伴 俩人凑在一起 不仅能生活 还能一起做个什么生意 幻想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呀 你要是在哪儿 就是那个什么 在山村还是在外里 我是开拼多多的 还开拼多多 就像你吃着玩 我们家都不用花钱 有的男孩有的是啃老 你有多钱 他跟他妈要钱 他妈就得管我要钱 你要不改 那不就出毛病了 要是我建议男孩 那不是一个两个 我们家那三孩 一年就得十多万块钱花 两个孙女一个孙子 三个孩 对 我家三孩一年就花十多万 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爷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大妈有儿子孙子啥的 以后会不会需要帮衬他们啥的 大妈一听这话瞬间不乐意了 认为她在嘲讽大妈的子女们没能力 直呼他们孩子们一年得花十几万 言外之意就是人家都有经济条件 你这条件或许人家也看不上 很老再一个就是叔叔以前跟别的前老伴 发生口角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儿子就来出头来 就跟老头就动手了 那是你自己没证明的 开了这个店开了一年 一分钱没事拉了一罐都还几乎 那是让女方都带她呢 都要她拿着呢 那是跟你耍心眼呢 比如不知道啊 那要那样的话就没想跟你尝过下去 不知道 我是石头对她 基本钱都归她管 她比方说说你挣的钱和我的钱高到一起 完了呢花不了 咱俩过日我啥你的她的 你有病你花我有病我花 你先死是我的我先死是你的 但是我是我原则是这个样 咱大爷之前吃过亏 在说话方面无疑是旁敲侧击 不过对于大妈来说 无疑不是那么礼貌呀 毕竟俩人只是好好的相亲 说话咋能嘲讽和暗示呢 被别的大妈给忽悠了 又不是被自己给忽悠了 搞得像她也是真理人一样 当然大妈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那就是收入必须放在一起 大爷一个月好几万呢 咋可能会和大妈放在一起呢 一个月是吧 她得给个两千 这六十多岁老太太 一个月也得给两千多块钱是吧 不何还何况贴身保姆 贴身保姆 一个月不得给人三 闭眼里得给人三千多块钱 你再不给人钱谁干呢 那谁白 白那好呀对吧 但你要想找的话 你就必须拿出真心来 你就必须有大度 你要没有大度的话 你要想说我就供你吃 供你住 完了你额外就给你两千块钱 那除了啥呢 除了这老太太 愚弄 啥也不是 现在这人大度 那也想怎么说 那这老年也没个找的 我这单位这么些人 我这单位这么些人我都 就这种情况下太多了 百家庆去掉照 张嘴就是钱 咱大妈也不是正儿八经来相亲 就是详语相亲 来提高一下生活品质罢了 话里话外都围绕着钱 不断暗示大爷必须得花点钱 知乎外面的保姆都得好几千 何况资格还是贴神的 按照他的意思就是 完全利用相亲在就业啊 我想找的 必须得是啥 经济透明 说来我的钱 你的钱 必须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钱归我经过的 说你先死这钱 你有病就钱你花 我有病我花 你先死这钱是你的 我先 你先死这钱是我的 我原先就像你说的 就这么干的 完了结婚 我连吃饭钱都没了 干过这事 分文没有 挣多钱多她经过的 经过完了 台片一走 我没在家 全拿走了 那你也能找着她呀 找着有啥用吗 找着你钱给我拿回来 给你拿回来 你不拿回来 我还打了路 咱们没能能的 女人经济经过钱 我现在是 一万个不放心的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和我齐不套房 都给你 那不可能吗 不可能 我想哪儿 那不想哪儿 你不是说你说得你当家吗 那你当家 现在咱就假如说 我这房 我收房费都得给你 你蹭人家走了 我不傻逼呢 大爷的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找个老伴 一个月稍微花点钱 只要在接受的范围就行 但大妈属实有点贪婪了 直呼要接手大爷的所有财产 要知道大概八套房子 一个月好几万的收入 那财产至少也得几十万 压根不够能交给咱大妈呀 你听我说 大哥 就你这俩钱 还不都我工资钱 我做租场经理 那你经理那跟我就没关系 我退休还将近三千块钱 那为啥你要经过钱呢 就你这第二只钱 我可能跟你嘛 开玩笑嘛 不跟我你来干啥的呢 这不就是来介绍来看看嘛 你说这玩意说呢 就是来看看嘛 我咋 我要是 大哥我要跟你的话 打比方说我要跟你的话 你就得给我经过钱 你给我经过钱 别说像那老他还跟你给我呀 我这一天我都门都不能等你 你把你自己想 对你把你自己想的太高了 咱大妈也是白娘子喝了熊黄酒 彻底露出原形了 一瞅大爷戒备心太强 马上就真面目了 直呼没相中大爷 以及自他的条件比大爷优秀 在他的眼里 大爷可能就一个杂货铺 一个月一两千左右 可殊不知 咱大爷是彻底的大款呀 要财产不成 俩人最后还吵起来了 如此相亲 属实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我啥 我不做饭也不行嘛 这一辈子 我不会做 那谁做呀 等你说啊 真是八千过海 各显神通呀 咱不会做 可以学 把懒惰不上界 说得理所应当 咱都孤身一人了 咋说也得照顾好自己 这突然出来相亲 明眼人都知道啊 爸妈需要的是保姆 可不是老班 我看你脸上都没啥皱纹 不像74岁呀 对 他们都说我不像 像60多岁 但是40个人呢 都说你像60多岁 对对对对 一出门是不是都问你呢 对 一开始问我 到大叔叔 我说我10岁 他们有点不太相信 他们说混了我吧 我好像一开店不过家带子 为什么 那你上哪儿啊 我玩去啊 上哪儿玩来的 我说今天一日游 明天两日游 泡温泉 很像个家来的 我一切费用全是我儿子出 这是什么 才能费呀 管理 这反正一切一切吧 就是花香都是我儿子开香 要说咱大妈的条件 完全是捧着鲜花坐飞机上 美上天了 一个人生活在 一百多坪花园洋房里 没事旅游还泡温泉 生活别提多么有滋有味了 所有的开销 全部咱孝顺的儿子买单 既然都已经做到这地步上了 大妈完全可以找个保姆呀 不过大妈却想找个老伴 这显然让人有点不理解 我啥 我不做饭也不行 这一辈子 我不会做 那谁做呀 等你熟啊 他下班市场买菜 马上菜 兜子一挂 又一拖进厨房 一家为做饭 我就可能看见是 做好饭的 当我吃饭 他都盛着了 吃完饭 我就是干啥呢 稍晚他收拾屋子 收了花 当时是因为什么 心梗吗 突然的 那天他去世那天 我还没在家 他中午出去吃饭 就个这儿啊 就个这儿到那边 到那边去吃馄饨 第二天我才结了事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等于是咱大妈一辈子 都是富贵命呀 不过老伴去世后 咱无疑落下了一身富贵病 虽然咱有条件 适合不愁啥的 但并不意味着 咱条件十分优越呀 除了有个花园洋房外 咱似乎啥的都没有 简单的做饭 洗衣啥的不会 找个老伴 等于给咱当贴身保姆呀 现在的大爷一个比 一个聪明 咱的想法 为啥要带我看房子 叔叔 说明你熟吧 有点正事 啥意思呢 我这边呢 给子女啥的 留下点家产 最近孩子又给卖点啥呀 哎呀 那吃的 你看看那个大虾 我觉得 其实啥要打扫的 大虾 你看看那个 有啥的 那个鱼 鱼就打扫完了 哎呀 咱都是剩菜 放冰箱里呢 那吃不了 咱也不能冷 咱大妈是有 一百多平的花园洋房 咱大爷更夸张 有一千六百多平的厂房 因为站地 瞬间拥有了 上千万的资产 完全是 相亲节目中的天花板 和咱大妈一样的就是 大爷也是啥都不会 不会做饭 不会做家务 在生活当中 完全靠儿女们来照顾 之所以来找老伴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就是想找个保姆 咱俩说 安爷静啊 那个上那个阿姨吧 其实我看的挺好的 我去你一个东西 你有没有工作 我都无所谓 我后来 要三斤来 因为要存一千五千来 我说一次 你出好了 什么三斤五斤 我还不考了 那你没 你一开始 我给你买三斤 我哪天你走 那老头也没傻子 完了就没合适了 没合适了 虽说咱大爷钱多 但人家不傻呀 毕竟在老年相亲中 属实有很多害群之马 相亲时知乎啥也不要 只想过日子 但中途的时候 总会漫天要价 一瞅大爷相中他了 马上就占据主动权 而咱大爷之前相亲的 无疑就是这种对象 好在咱大爷比较激凌 既然谈不成 那就不欢而散 毕竟自己这个条件 上哪都不愁呀 是上午是离婚的 上午 去走多几年了 哎呀 十十四年了 这十四年你去什么找啊 找人 咋吧又分了 找俩呢 你爷爷就是这个 两千九百块钱 别的还有没有一个 钱来的来钱的到 有啊 我那个房也住十多万 你这爷爷还给他去含了分呢 都孩子还 我找老板为了我 我姑娘嘛 天天晚上得回来说做饭 一辈子没做饭都我老婆干 都不会做饭麻烦事 麻烦事 事情麻烦 咱们来也算没缘 啥意思 你看你不会做饭 我也不会做 对 这是天天 三百六十五才每天得吃饭 这是硬件 是不是 本来聊得好好的 结果又扯到了经济收入上 话说咱大妈相亲之处的时候表示 不管对方经济条件如何嘛 结果咋又过度到经济条件上了呢 而咱大爷也是有底气 毕竟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直接把自己的房子占地情况 一股脑子都交代了出来 还没等咱大妈发话 大爷又话锋一转 表示自己不会做饭 基本生活问题 都是子女们频繁回来帮忙 这下咱大妈瞬间一脸失望了 还太不行了 个头我那个那个拍摄 就是 跟我以前走那个行对人 我那招是15岁 那个儿皮我胖子 我那腰上股道边有一个楼 他没站着给他出租 那一年十六岁 对啊那楼 十六岁是为你自己还给孩子分呢 都孩子花了 因为我展示没用 我就旅游他我拿钱 我有病他我拿钱 这个住房子 住房子前孩子经过 对孩子经过的 对对对 其实我还不需要我需要我支撑 那是我的 我给他们花 他们是为送我的付责 你那房子以后能占呢 马上我听说 西湖长羽高叔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西湖座盘马上要占 马上要占了 占了还能给他 占的给一千多万呢 不过听说 大爷占地给一千多万 而且还没给孩子咋分 咱大妈瞬间又来了兴趣 残宝宝地嘴 出口成诗你 对着咱大爷一阵猛话 直呼本质不错 俗话到不同不相为谋 俩人都是一类人 都是被另一半宠了一辈子 不会做饭 不会做家务 这要是凑在一起的话 岂不是得饿死呀 我以为了就是老头伺候 洗油做饭全是他在 一旦你啥不能做 都以后你熟 那这个又做不到 我是为了先生 先生我见到捧场 我啥都会做 我还不会做 这不是说这粹 就是我跟你熟 他走了以后啥都会 不是不是 今天我跟你说了 你们三位都 第一进门 第一眼神都一是美国 二是那个 不会做饭 这是男女藏 这不做 我心里面的女孩 这是我第一年 不熟不熟 我能补养去 真是八千过海 各显神通 一瞅咱大爷想当上门女婿 咱大妈瞬间成了身无分文 毕竟咱大爷也是惯犯了 只要相亲 总想到插门 连续相亲七八个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成功 张大哥您好 等一会了 十分钟 等十分钟了 我请你下车告诉我过去接进去 我知道地方在老家你接我 我心里都知道地方自己就来了 是的吧 还是上次坐那趟车吗 是应该是 今天是个无幸的万幸 怎么了 今天从家出来晚了 晚一小会了 花镜落假了 走过一百多平米 一百多米远 我又回去求 又不上花镜呢 咱出来 那我要看这儿呢 看啥又带材料来了 那倒无所谓 材料不材料 没少穿啊 冷不冷啊 这姑娘还给买的 超过五天呢 我先穿着吧 新给买的衣服 今天挺冷的 不冷 锣鼓一想 咱到插门大爷又登场 要说咱大爷呢 也是八十岁吹笛子 尽是老吊子 别人相亲一两次都完事了 咱硬生生成了钉子户呀 虽说咱大爷屡在屡外 但人家越搬越勇呀 至于是否相亲成功 咱还是骑律看唱本 边走边瞧吧 大哥你今天又背了包 又有啥准备呀 都带点啥呀 啥准备没有 咋的了呢 哎呀咋的了呢 跟李大姐没相亲成功 有点受打击了 受打击 该是我说 我都是一心虎实的 一心虎实的 真心实意的 后来我也想了 剃头挑着一头热 那是不成方圆的 这个我懂 就你们红娘摄像师 实心实意的给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介绍伴侣 但是呢 看过这些是节目上啊 这演员儿子包含的相当深奥 大姐后来跟我说了 说的那个 说的你太健谈了 她觉得这性质不太合适 不是呢 她跟我说的就是担心我前老伴 对 说起之前的相亲故事 咱大爷也是一脸无奈 在之前的相亲节目中 咱大爷也是拎着大包小包来 又是礼物 又是生活用品 结果接连碰见好几个情场大麻 到插门没成功 结果时间金钱都给浪费了 到最后还是独自一人呀 要买水管啊 下车就走了 我行你要干啥去呢 另外吧 你看我都怕你们拽了 比起来都是病 走吧走吧 那结果是条件 干啥要去买点水果啊 买点水果啊 准备买点啥呀 苹果 苹果 菊子 好的呗 这两苹果哪个 这个两块 那个三块 这个是好的吧 咱挑好的嘛 不是这个啊 不是 再装点别的 这葡萄哪个好的 红宝石好 哪个哪个是 东宝那红宝石 这个蓝莓12 这个5块 这个呢 那个12 这个是5块的 这个是10块的 我瞅他这外表 嘴巴擦上去 怎么这么紧的 这肯定很甜 这个几块 这个5块 这个包装挺好 来这个 别说 你这也有样子 天头奉送的 俗话叫做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呀 别看咱大爷到插门的想法很强烈 但只要相亲 人家绝对不会空手去 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不空着手去 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万一误打误撞的成功了 那岂不是解决了咱大爷的燃眉之急呀 不过依照咱大爷的相亲惯例来说 依旧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在家忙啥呢 看电视呢 那没有什么忙的 昨天在家有什么忙 是吧 没意思一个人是不是 在家平时都看啥节目 就看二人转 看二人转 看二人转呢 就是我们频道呗 看过我们节目 看过 儿媳妇给报的名 这两家儿媳妇给报的名 儿媳妇出的可好了 儿媳妇消息呢 我也有时候不怎么在家 就上长城 上长城 人家上海了呢去 姑娘儿子都在长城 都在长城 在家没意思 那这楼房是你这儿买的 姑娘儿子买的 这楼房是我的 你的 你名下的 我名下的 你挺厉害呀 今天就关心房子的事 那你看看 住宅是大事嘛 这屋挺宽敞的 多大面积啊 64 64平 我把帽子摘下来 热了 热了哈 那你形象嘛 仪表嘛 你对人家得尊重啊 对不对 虽然说长的磕子 这轮也倒是倒是人 人够有自知之明 大哥进入看看 对 我也在这屋中 这屋北屋啊 这屋是北屋 那咋不在南屋中呢 真是光的身子拉模 丢了一圈人呀 咱们为啥 相信总失败呢 或许这就是原因呀 上来先问人家 房子产权 这些小心思杀的 完全是写到了脸上 两人还巴这么一撇呢 咋光想着占便宜 不过话说回来 咱大爷是想当上门女婿的 房子自然是个大问题 哪个楼房都有 原来没想着 哥人现在也挺自由的 然后来就有一回 闹眼睛打药 大夫就那说 他不打药就打岔了 把我打脸拉得吐 哥人觉得这 他把他就不行了 这无意义没有 都危险 完了我给我侄女打电话 我侄女来陪我一宿 就从他之后才有想打药 咱大妈这一番话 无疑是说到大爷心坎里了 既然一个人住害怕 那就和大爷来住吗 对于老年相亲来说 虽说儿女们是叶有成 但自个儿有个小病 小在啥的 他们还是不能很快赶到身边 所以有个老伴 无疑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抽烟 不会念什么吗 抽烟 说句心里话 我们把烟味脑袋疼 这儿那么疼 但是你假如说 咱们走到一起了 我为了你的健康 我的健康 咱把烟戒了 你想吃啥 我每天供着你买 都可以 那我也不能说 因为说就是走 就是把烟戒了 就是一听本 一点一点的 就看着你 那是坚决不可能的 这我懂 这样 我家孩子还都不用说话 孩子都得说 我妈我也找 都是看白烟戒 中几年都没吃 这么说吧 像刚才在那儿 我这么来 我鼻子相当好使 所以这一走一过 我没闻到它有烟味 没闻 鼓里也没有烟味 要说咱大爷所言 其实都这么大年纪了 抽烟喝酒 可不是啥好习惯 咱还是赶快把烟戒了 不过大妈是心意已决 老爸可以不找 担烟肯定是不能戒的 但要是俩人 操到一起的话 可以商量着来 大爷不喜欢烟味的话 那就在外面抽 你有啥离婚呢 感情不合 就这一句话 我配不上人家了 不能挣钱了 你说话挺兴许 兴许啊 事实 那我能挣钱的时候 做买卖 是不是啊 咱们不说四一个吧 在江南 你到那儿 你打那打那老爷 说这豆腐张 张干豆腐 无理合 这三个外号都是 你打那打的 我还不替当年有 就是当钱 当年有 现在我也有 是不是啊 我身体没病 可以这样讲 那谁身体有病 那不对啊 那你没病是你啊 我问你 你先说说 我先说 穿衣戴帽 各有一套 在如此大的楼房面前 抽烟完全不算大问题 所以咱大爷选择了妥协 此时也是王婆卖光 自卖自夸 可好汉不提当年有 咱大爷除了一个小货户之外 其他的还真没有什么了 不过在过日子方面 应该也是一把好手 我什么意思 我要求找啥样的 当你捡在头上里 试试 汉主 不抽烟 不打麻将的 不养宠物的 这是我基本要求 那我这又抽烟 又打麻将 不合乎你了 你先听着 最起码呢 说这也得有点社保开支的 我不说 因为我自己是半斤八两 我知道啊 两人共同在一起 是封住火卫 火界锋利 是不是 鱼王水水旺鱼 把俩人晚年度过的 度过的幸福一些呗 咱大爷也是秀才鸡鼓 穷陋器啊 咱资格的条件 本身就是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又光想当上门女婿 在择偶要求上 也是规范到条条框框 虽说咱大妈有楼 不过她没有收入 而且还抽烟 所以俩人也不是那么合适 不过大爷之所以 坐在这里继续闹客 原因外人都懂呀 你这啥啊 你退休金多少 你退休金多少 虎娘不都告诉你吗 我退休金都 一千多块啊 那可能够两人生活 那反正不管够不够 我就这些 因为说耗着一波生鞋子 没多大能够 我就这大能够 我全盘端 我毫不隐瞒 我就是这么直爽的人 全盘端 我啥都不管 你没法说 那上干买一杯凉水 我不再说 你去给我买热水的 全盘端 一月一千多块钱 就全盘端到多少度 全盘端到多少度 那就盘端到份 那盘端到份 就盘端到份 假如说 两人到一集了 你说有一天在兵业 看病过啥啊 瞎子认真 始终对不上眼 咱大爷就一千多的退休工资 他的要求也十分简单 死时也不管大妈愁烟啥的 反正就是把退休工资 全部交上 然后搬到大妈家里住 这事就算完了 但话说回来的话 咱大爷也是精打细算 一千多块钱 不仅找了个保姆 同时又找了个房子呀 十月份我还上海旅游去 你看那我还有 旅游那谁不旅游 我才把北京哪都去 哪都去 那我还念不上你呢 那这你呢 那这孩子去的 没有跟老头啊 啊 有钱呢 这都啥呀 哪呀这是呀 照正想花五十块钱 你洗着去趟上海 别白去 我为啥走 想走这一步 张妹妹你听好了 我就是不甘心 我辛辛苦苦干一辈子活了 妹妹你看这是我家的买卖 这太小了我看不起 带花镜活有 带不带 带不有 啊那边摆了行小支部 我的 你看这这我感到很自豪 我都甚至到六十岁的状况下 我一天梦就没学 做的四脚八叉小板凳 这是给我外孙女做的三块岛的小床 咱们为了有啥来的 为了有啥 怎么事就怎么事好说 说说你这一想 你这啥意思 怎么那个 你这 你这说的废话 我也听 在说话方面 咱大爷也是能扯就扯 能糊弄就糊弄 大妈关心的是未来的经济收入 万一有个小病小灾啥的 大爷的一千多退休金 压根不够折腾 结果大爷聊起了梦想 甚至聊起了年少时的成就 这压根核散大妈的问题 不沾边 如此相亲 属实是半空中翻跟头 不着实的呀 可以这样说 我没走下坡道 我辛辛苦 我干一杯的活的 闹个这么个结果 我不甘心 所以说呢 我就想找 一个能陪我到最后的一个 二任老伴 我这是第二人 不像他们有的 还是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都是这百年 你说的一旦那我公司 我没有公司 没有退休金 咱俩过生活 非用的啥 今天啊 小张大哥拦你一句话 我今天打开天窗 说亮话 我这么寒酸的老头 你都答应来看看 这不是对我的高看吗 我能不来吗 我在电话里咨询 我问会抽烟吗 他说抽点 这行都能接受 另外呢 社保没有 说了 但是你有地 你有地 最起码咱不要论多少 就是中 咱们自个能收 得到收入 不中 包出去 他得给咱们点 生活费的钱 我本着这个概念 真是千年的狐狸 敬完聊斋 咱大爷的意思很明显 自个的条件虽然不好 但至少有一千多的退休金 大妈虽说没有收入 但有房还有地 只要把地承包出去的话 每年还会有点收入 所以俩人的生活啥的 这肯定是能过去的 但大爷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他想倒插门 住在女方家里 这对于大妈来说 无疑是亏本买的呀 既提供了房子 还得再搭生活费 如同刚才所说 又想倒插门 那话说回来了 我这个开着两个半钱 一脚踢不倒的 对方的没有 我俩的日子怎么过呀 那你现在不是都来见大姐了吗 大姐的情况你也知道 有地 我就想到 有地包出去 也是收入啊 是不是 人家地 包出去钱 都归这姑娘儿子 不归她这 这我就明白的了 我要来 我的一切付出了 又指望这大妈的钱 无疑是巴结取嫦娥 痴心妄想呀 大妈话里话外 无疑是写满了拒绝 现在还得一屋住呢 现在还得一屋住呢 那不叫一个屋 怎么说 一个屋住呢 他住他的 他吃他的 我住我的 我吃我的 都自个做自个的 可笑 互不干扰 我进屋 我把门都得按 里边我都划上 锁上 那一家不一家 两家不两家 那啥呀 你就这么拎 那直接是不行 咱俩就假意说 其实真成了 说不在我这住 帅人家住 那那是啥呀 那那是啥呀 怎么回事呢 要金流了 我也买了 要香料 我也买了 那就够了 过九天 俗话叫做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咱土豪大爷相亲之路 可谓是一步一个坎 又是送金项链 又是送汽车的 到最后总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叔叔啊 我听说这个车是你的 对 然后告诉我还有一个车 这个 不好意思说呢 等着给这下开 准备俩是给阿姨开的 出去买菜不方便嘛 叔叔这车买多久了呀 这俩 这俩 二年 一起买的 对呀 就是 就是寻思找个老伴 我先买这个 我又玩去了 又看这个又买 那你资金挺雄厚的 没有钱 咋没有钱呢 这一下买俩车 一般人 哪有钱 咱有钱 就干别的 俗话叫做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呀 咱土豪大爷还没开始相亲 都给大妈准备好汽车了 按照这个相亲节奏的话 那肯定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毕竟咱大爷给人的感觉 无疑是财大七粗 在老年相亲中 相得是演员 实际上还是看条件 这有门钥匙 它没啥玩意 那这个呢 车钥匙 都是车钥匙 车钥匙有门钥匙 这是门钥匙 这是香钥匙 那您家就住在这呗 对 这在楼上 这个楼是母亲的 这我妈给我了 那你现在 母亲这块用您出钱吗 不用 我俩谁不收支 母亲自己本身用 母亲有工资 陪我坐 那咱上楼看看呗 走吧 行 走吧 这个是不是 奶奶好 儿子今天要相伴 开心不 开心 一直担心儿子吧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和我娘 就这一个儿子 他说家里 他都能扛起来 要说咱大姐的条件 无疑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有房有车 还有不错的退休金 按照这个条件的话 压根是不愁找 虽说还有一个母亲 但母亲也有退休金 在生活方面 也是吃喝不愁 什么色情色钱的 无所谓 你能拿出来吗 我能拿 但你刚 公司我就能拿一半 那我天天要重新 让我干好去 对呀 你天天也不着急 我不着急 不挣钱 你干十二点花 就吃了 就不回来 晚上换周 叔叔其实是这样的 你跟我谈的时候 你还是有所保留了 对呀 说字 我学会了 学会了 受过贫 之前还 要说咱大爷也是十分大气 在择偶要求上 更是十分随意 不管大妈是否三无 只要合适的话 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收入方面上 咱大爷也是明显有所保留 原因就是吃过亏 毕竟在老年相亲中 一些大妈也是十分有心气 要是知道他们的道 不仅浪费了时间 还搭进去了金钱呀 三个人回来 早就够了 过九天 跑了 这是他一个 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那样 骗我一个这个 二环 二环 四千 我在欧阳给他买的 那天晚上我吃个饭 我说中央我领 他半天我说不去 给他吃 我说不愿意了 我领了上欧阳 就买一个二环 我再乐下来 那我第二天 家包就走 咱大爷这一句话 无疑也是反映出了 老年相亲的一些弊端 毕竟有一些老年人 是诚心找对象的 有的却是罪梦之一不再久 要么忽悠点首饰 要么就是忽悠点钱 凡是那种相亲中 把钱挂在嘴边的 没几个是诚心的 这一点对观众来说 早有所耳闻呀 好在咱大爷也有过经验了 咱俩坐下来说 来 您坐这儿 您之前是丧偶 但是和丈夫 其实也一起努力了 二十多年 对 二十多年 然后两个人 碰了两个孩子 对 两个大学 对 碰两个大学 你看 农村太累了 太苦了 多几年也不用 什么把这件衣服穿 有的说找伴说是样的什么 人家是看着物质 我这个吧 我真是 你们看什么的物质 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人家是红松出身 到哪都是栋梁 虽说曾经的日子 是河南到湖南 南上加南 但人家依旧顽强奋斗 硬生生把懒儿子 供供到了大学 如今儿子们也是事业有成 咱大妈也没有任何负担 眼下知己 就是给自己物质个合适的对象呀 叔叔之前被骗过 所以有点担心 我这绝对是不能的 要是消磨人的就没人说的 只要两个人顾得好就行 对 没有太高的物质要求 就比如说 今天买个金介石 明天买个金箱料 那个咱们没什么那么大要求 真是没想那么大要求 行 我看阿姨也是 涮解人的意义的人 然后我跟您一起去找一下叔叔呗 咱红娘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因为大爷之前上过当 所以事先给咱大妈提一下醒 要是有其他目的的话 俩人就没必要见面 而看咱大妈的面相 估计也不是那种人 啥事还是得实现见真章呀 这种标准是啥的 你看你顺眼 后有病了 能管一些了 就是家庭事 这都不用他管 你给你成家了 就得管你 啥事都得管 你不给你成家人管那事 你要是啥的 要不是说说你的话呢 你就是去家大餐 你就看了 对不对 你谁要嫁给你了 我是你工作吗 我没工作 我是农村的 有有啥 一包我也有啊 春秋也有啊 我这个啥也没有 你啥也没有 我没啥也没有 现在就家里呆子了 现在是在家呆子现在 这么多年十多年 我也自己生了 我也自己 隔阳养活自己 你隔啥呀我自己 哎呦为啥 我还没说说 你大姑娘 我正常吃正常 你来一亲我 你别看我没有 别看我没有老宝 别看我没有那个 这个工作 咱大妈的情况 也算是三无状态 所有的收入 完全是靠自己奋斗 不过此时上了年纪 生活啥的 大多数都得儿女们 帮助一下 不过咱大爷说出去的话 宛如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了 不在乎对方是否有收入 这超市一千了 钱的啥子 我那天推出了 六百五千 一走一坐 别看你家 你挣公子 你挣个啥子 我说不催你挣公子 都是催 我没想到 他老科的根本不好谱 你听着吗 根本都不好谱 我瞎懂 他说话也没有公子 也没有啥老宝的 他说然后看我也说了 我说你看我没有公子 没有老宝 我自己养活自己 我照样 这么多年我都养活自己 觉得他说没有老宝的事 对啊 他说 没有老宝的事 让你觉得心里不熟 对啊 他说不熟 你看我 你看他眼圆 我没看眼圆 没想到我 如同刚才所说 虽说咱大爷残包保地嘴 出口成尸 又是不在乎对方收入 又是不在乎对方长相的 真领到面前 也是各种挑剔 此时嫌弃大马 没有收入啥的 言外之夜 估计也是没有相中 按照这个节奏的话 俩人也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我坐这儿 来 坐这儿 坐你俩中心 他俩不行 他也没想到我 我没想到他 你感觉到他没想到你了 我感觉都不行 我感觉 你感觉到他不想到你了 你不让我抽烟 我特别就烦了 都觉得不太合适 那一会儿就是坐下来好好的 就见识一场呗 行行行 俩人此时都是针尖对卖忙 谁也不让谁呀 大妈虽然没有收入 条件啥都没有大也好 但人家一点也不自卑 既然都没有相中彼此的话 那强扭的瓜固然不甜 不过红娘的意思就是 还是先好好唠唠 万一有转机了 没转机咱也得礼貌退场 不仅给对方有个好印象 也得让观众觉得咱靠谱呀 哎行行行 正好是谁 比如这 你买水果 我跟着我不懂这事啊 得亏亏你啊 我就给你五万块钱 我问你你从我给的了 他买水果也还不着那些钱呢 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 大哥你等会你冷静一下 你不是 听到 我问你 从你手给他不是给你的 这不你们还有同志吗 就是通过我手给他 他们是会还少挣钱呢 咱们成为补偿你呀 这还不懂你姑娘 他说你给大姐拿五百块钱 我不要钱要钱的吗 你让大姐大花上 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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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 除了咱这位大爷之外 咱这位大爷也是十分大方呀 别的大爷乡亲买个车当礼物送 人家是乡亲不成功 直接给大妈掏钱当路费 这些行为虽然看起来很土豪 可数大招风 又是送车又是送钱的 未来主动来的乡亲大妈 那想法啥的 可想而知呀 集合咱第一位大爷的经历 咱还是得反思一下 那就是乡亲还是得传老大做后招 见机行事吗 咱红娘是急着热锅蚂蚁 团团转 而咱大爷只顾埋头干饭 乡亲大妈如同空气 只能静静地注视她 知道的是乡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来参观大爷吃饭呢 这整得真香啊 木耳白的片 炒肉 这锅是啥呀 这锅排骨 这锅排骨 看着乡亲排骨啊 做好了 这早上先做的呀 啊 做好了 这是我们来特意整呀乡啊 啊 哎呀 叔叔 你这也太热情了 一天吃饭了 叔啊 三顿饭 顿都不大 少吃一顿都不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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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盘了 那你平时去饭店吃饭呢 我一个人多了也不上饭店 这你个人给家想吃啥就做得啥 啊 就啥都会做呗 叔啊 对 那叔 那面是啥的会整吗 面食 包饺子 蒸包子 蒸馒头 打饼 这都会 捞个酥饼哈的 捞个酥饼啊 嗯啊 就像他卖那个 这里头豆浆 嗯 这个好了吗 好了 一会儿裹出来 真纯的这东西 嗯啊 这里头还有那个枸杞 你这盐酥都跟外面卖的就不一样了 那能度的 它没搞那些水啊 它卖的 它就为了挣钱多搞水 叔 你这豆浆真香啊 闻出来了 闻出来了 叔 你在吃的时候不亏口啊 天天啥都吃 不管啥时候我都散乱 叔 你这自己一个人生活 首先来乡亲的大人 可悲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栋梁 上的厨房 下的厅堂呀 对于老年乡亲来说 有很多大爷们的生活啊 也是能凑合就凑合 不过看咱大爷的生活太多 属实是十分乐观呀 至少人家吃喝不愁 自己动手 风一足食 我看你吃饭挺香啊 我吃饭不香 八两米大米饭一顿 还得吃一番豆 兄弟们那种地理 那时候供应量 15-15斤 那时候挺辛苦吧叔啊 那年 累呀 危修就是那时候 修铁路的时候 管人们 八高 那时候我行到 那草都喝汤了 你就去炉边上草 去炉边的草 那草都多高啊叔啊 对啦 也没主人房子 有时候我还这么顶点 现在身体挺好的吧 现在还行 知道的是相亲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咱红娘来蹭饭的 刚见面就是吃 相亲过程也是吃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 咱大爷也是妥妥地吃过呀 当然能吃能喝 无疑是件好事 至少身体健康的门槛 大爷显然很轻易就达到了 只要条件合适 那肯定是闭着眼都不愁挑 你儿子咋说的呀 儿子没咋说 完了你要是看看 你儿子要相应完了再研究呗 他女房有房子 愿意就去也走 那你跟你儿子说过 你要找老爸人去 说过呀 儿子这能支持啊 他知不支持 我说了算 我个人说了算 那他管不了我 我说也不用那么负担 我个人三千来块钱 愿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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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亲方面 咱大爷也是十分随伤 只要两人凑在一起就行 自己还有几千块钱退休金 要跟不学儿女的操心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给咱大爷物色的合适的呀 从小到大就这么喜欢跳舞 现在每天啥时候出现 天天早上就是九点 现在改点的 那些日子是八点半 这不是天都 这些日子有点冷吗 有点凉了 凉了对 我记得咱还有什么有那个舞团呢 算是呀 有舞蹈队啊 舞蹈队那是以前了 现在就都是那个自由活动了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对 张亦云 我十倍厂 九台十倍厂退休的 十倍厂 有一个那个横如仙 你认识吗 横 认识啊 横如仙是我们单位的 四晚那天 对对对 那这一打听 还碰上烤厨厨 那不算是呀 多多少少 你俩还挺有缘分的 缘分 是不是 爷那头咋会说话的呢 啥了爷 不是 爷妈呀 不想说话 让你们失望了 你说 啥 嗯 哎呀 这玩意是感觉吧 就是 那 就得说感觉 就是那啥了 不用细说了 真是芝麻掉进真眼里 巧了 相亲现场碰见了老熟人 一说起工作单位啥的 大妈显然是一脸失望 按照她的意思就是 她显然很了解大爷 那这次相亲 估计也是还了 不过大爷也是一脸无辜 难不成咱之前 被谁抓住啥把柄了吗 他演员 差点 有点小 没有感觉 你说在一起过日子 你说说 那玩意好像是 成天待一锅里吃饭 一个床睡觉 那玩意也是 也是 心里头也不咋得劲 那插个头 那就不行就拉倒 这也不是 这个岁数也不影响下一代 说实在的 那还 你也不高赵我高多少 你也不高赵我高多少 站起来我也不比他奶 站起来我也不比他奶 那你站起来我看看 你站起来我看看 你看他比他奶 你看他比他奶 你站起来比他奶 你看他 比他奶 比他奶 我看了啊 奶一点 好像是奶点 确实是稍微 差一点 差一点 那那我 我说你原来是一米六 从四十大比不还多少的 什么呀 你也就一米五七 你也就一米五七 没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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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岁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对于咱大妈来说 压根梅相中大爷 不过大爷没有放弃 甚至还展示起了之前老伴的照片 对于明白人来说 咱又不是过了这村没这店 既然俩人不合适 直接让红娘介绍下一位吗 这个头型是 一直就这个头型啊 这是那个我们同学 她的媳妇 烫头的 她说我给你整整头发吧 那天去 这是新作的头型 她给我盘的 原来因为我说长发 原来是长发 长发 戴小帽 那种 那一直是烫头呗 对 一直烫头 有没有说你那个不像七十四 很多人呢 百分之八十以上吧 都说我 哎呀妈 那个真不像 坐公交 你比我小的 你都样作 瞅那老太太一个个堆说的 你瞅我这么精神 没人给样作 妈这都是你的照片啊 都是我的照片 都是同事给你拍的 对 没事 就是玩 就是玩 心态挺好啊 姨儿 心态挺年轻的 是吧 对对对 你说我对象死多少年 四十多年了 我都给长啥样 都给玩了 去世这么久了 那啥 我俩都三十二 工伤没的 那其实内心也挺强大 第二未来相亲的大妈 和咱大爷一样 也是过得十分洒脱 老伴去世很多年了 自己的日子照样十分丰富 但对于明白人来说 大妈虽然说得十分恶乖 但这段路程 肯定不是那么好走 孤单无处 也不是那么难啊 好在咱大妈走出了悲伤的时光 眼下找个合适的老伴 才是当务直击 七岁那天 那爷那你挺刚强啊 这我孙子 你现在是跟孙子在一起住 对对对 因为啥呢 那天好像是五十岁那年吧 我家二儿子跟那对象离婚了 离婚这个孩子 就这个孙子才八个月吧 完了就放我这了 二十多年了呗 孙子八个月就是你抚养 对啊 完了 现在二十三了呗 二十三 上班了呗 他父亲也得管 我得管点 我现在也没啥管的了 因为啥呢 我给他房子了 换个房 换一个就是那个电梯房子 完了就一下到位了 就是我死了就给他了 那我活之中 我走了都给他了嘛 嗯 二十走了之后 属于为儿子 是 为儿子转 嗯 然后又为孙子 又为孙子转 嗯 为儿子活 为孙子活 都为他们活 哎 我说我谁都能对得起 就对不起我自己 我看我说我也得走一步了 我也不能搁这块老守着 我这青春都献给他们 我得为我自己活一把了 要说咱大妈也是个女强人 老伴去世很多年 但自己一直没有找 主要还是为了拉扯儿子 儿子长大后 又帮儿子去照顾孙子 如如今儿孙满堂 大妈终于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其实咱大妈的性格十分乐观 说话也是十分爽快 按照咱节目的惯例来说 这类人无疑是最识想的 哎 叔啊 到哪了 前面 哎呀妈 快到你家楼下了 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着急了 叔啊 你就在我旁边呢 马上就见到了 好了 那手饼 等一尝尝你的手艺 行了 好了啊 足处也好 嗯嗯 面是啥 躲归口服 嗯 你不就想找个会做八点 是不是 宅叔会做饭这一点 已经在刘怡心里加了一分 不知道两人见面后 会不会牵手成功呢 叔啊 哎呀 我们都进来了叔 啊 听了 你这边玩了 哦 哎呀 落得舒服 哎呀 你看得多都摆下了 眼圆咋样 就是说挺满意的 眼圆咋样 眼圆还行 哎呀 你过来看看 这牙似的 还不想费事呢 刚烙上网我就闭火了 妈 糊了 那火不着着呢吗 着着呢 着着呢 我说糊了吗 我还先闭嘞 我也不说他不知道 他可能给我放了 就是咱们一来 说 咱大爷属食是个吃货 人家乡亲 都是谈天谈地天空气 而大爷呢 要么就是在做饭 要么就是在吃饭 就连大妈来相亲也不放过 说啥也得让人大把授 在老年相亲中 这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至少可以看看 俩人配合是否默契啊 哎呀 这包子都露糖了 你看什么 那没你好想的 说啥 你今天有点放回市场呢 男的做啥的不细心 但是他会烙着 会做 是不是也挺好的 是 假如说人说我要有个天天病业了 他都不会做 你是不是干着急 是不是 人家他会做饭呢 你给你下点汤啊或什么面 我给你下点水里的啊 烫不烫会缩 是的 都挺好的嘛 都烙糊了 糊就糊吃呗 哈哈哈哈 有烙完的啊 要不你让姨尝尝你这个 你吃一个 烫吧 不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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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不酥也不知啥 你照理趁热吃吗 哈哈哈 趁热吃 给你个评价咋样 你凉不凉 挺好 挺好啊 凉不凉好 挺甜的 你不尝尝了 不尝 嗯 叔叔 你别光顾吃啊 你跟姨老婆哥人 吃了不吃啊 那个 你让他先吃是吧 那嘴忙着你 哈哈哈 要说咱大爷的饮食规律啥的 可谓是十分健康 一天三顿饭 一顿都不能少吃 大妈坐在边上 人家依旧只顾埋头干饭 如此操作 多少有点奇葩呀 好在咱大妈也理解 也许咱大爷属实是饿坏了 还是等他吃饱喝足后 咱再相亲吧 面是一个人 面是一个人 那我不一个人 我找了多少个 哈哈哈哈 我又不是搞扑扑练的 不是 我那个 哎呀 我大面积多了 62 没你这大 他真能吃 看那样是吧 也不再吃啊 那个吃着也挺香的 那个 阿姨里头有什么想法下去 我不怕那事 你不会觉得什么挺不尊重的什么样 那都没事 他愿吃吃去吧 你这个房子是你的名字 是你 不是 我儿子买的 你找老爸的你这房子 那你儿子得要过去呢 不是 房子要是居住行吗 完了我再跟儿子和儿媳妇问问 给这住行不行 如果跟姨真成了的话 姨要是想住这儿 你得问一下你儿子 那 媳妇的意见是吧 对 那你觉得你儿子和媳妇 能哄你未来老伴住这儿吗 能差不多 就是说 允许咱们在这儿住 你别往处撵就行了 哈哈 咱大爷的随后一句话 属实让气氛跌到了冰点 估计当时大妈气得都想走了 别人吃饭都是进到了胃里面 咱大爷吃饭 咋进到了脑子里面 人家要不是一个人的话 咋会跑过来相牵 难不成真是婚卖恋呀 如此相牵 属实让人看得心惊胆战呀 一日到她那房子是给孙子准备的 就是如果要是住也就是暂时住 知道吧 那行 你住到她孙子结婚之前 我看看我儿子 我最好是搁家 实际我不愿意走 我这个出门方便 我还愿意搁这儿住 你还愿意在这儿住是吧 你也希望未来老伴 他儿跟你自己在这儿住是不是 对 就问问她跟她儿子研究研究 完了同不同意是不是 就瞅着演员啥都还行 就差这个住哪儿这个 目前看来两个人对彼此的演员啥的都挺好的 嗯 咱大妈是宰相肚子里能称传 对于咱大爷一系列奇葩的操作都给予了理解 在生活方面 俩人也是十分随意 彼此都有房子 不管去谁那里住都行 不过咱大爷还是不想走 接下来就得看如何去聊了呀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彻底长见识了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形容四个是小公主的话 属实有点牵强了 这话咱自我安慰可以 要是对别人说的话 属实有点丢人呀 很像吧 就是跟十几年龄好像有点不符似的 那你看我53 我52 我52 你说我在跟她肯定是妹妹 那是谁的 大眼睛能看我是她妹妹那种感觉 那肯定是的 就像那个燕子说讲话的 就是得综合来看 综合来看这样还是不错的 不能说各一条框框那么看 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 要能让你们过来这么辛苦 综合来看 那我就听你们这意思了 那就是有好有坏 然后综合一大分觉得 在我就光过了是不是 首先来相亲的大妈 人送外号小公主 原因就是只要相亲 她的择偶标准就是 大爷必须得对她好 把她当小公主小宝贝一样宠 话虽然这样说 可大爷们都不认可 所以咱大妈在相亲的道路上 也是一步一个坎 这农村不就封建吗 就是要男孩吗 你这老大生这个姑娘吗 完新家老二就是 不就是小的吗 就是没生下大话还说呢 你要学习给你生姑娘啥整 生给你生孙女啥整 哎呀姑娘 姑娘小孙女生我都愿意 这我们家老二一降生 一来到眼前 一听小姑娘 一看小姑娘 转身拧车就走了 转身就走了 女孩之后 我们家老婆就各方面走 就算我各方面走了 刁呢 我算我天下 可以跪下其实是 一点都不撒谎 就是我 我现在就 别看就是我现在五十多 就现在回到我们离宿北 你就是检查 你打听说 王老师就 当初怎么离开这个村 怎么走的 他有一个说错 啥都不用说了 老多支持我走了 所以你走 别不能跟他过来 走中打仗以后 跟你打坏了咋整 是不是呢 说起之前的故事 咱大妈也是一脸无奈 毕竟当时那个年代 大多数都是包办婚姻 彼此之间没有太多感情基础 过得好了就是幸福 过得不好的话 属实就是折磨忍耐啊 而咱大妈无疑属于第二种 所以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找个合适的老外呀 大哥 这特意去冰牌的师傅 啥子 谢谢 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个鲁铁年鲁大哥 之前在电视上看见过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介绍一下 这是王凤鞠 王大姐 对 爱你 这白亮倒挺高 白亮挺好 皮肤 人家皮肤亮油亮光 而且啥就说 那个眼尾上真没有 这女的一看穿带是干净的 我都感觉一进门不乐啊 你 咋的 真的叫大哥 就出老地了 多老婆 多老婆 你瞅得像多大岁数 我瞅得像六十二三 想想大哥的爱干净 哎呀 不过饭 八丝地瓜 八丝地瓜 大姐 想想八丝地瓜 鸡翅 还有大哥 那爱干净劲 哎呀 衣服都不用你洗 鞋也不用你刷 综合分 这么的 大哥除了老之外 长相呢 长得也不行 哪不行 这下是八比丘了 本来是咱大妈相众大爷了 让红娘帮她说好一下 谁知道见到咱大爷后 瞬间又是一脸失望 直呼和想象中的差别太大了 毕竟幻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呀 对我啥样吧 以我吃饭的表现看我 是拿我当小公主供下来那个乐客啊 还是说就是说是就是一样 就是这个家承担起来就是 以责任啥各方面都一样 我不能拿你当小老妹似的 那就那就不谈了 他必须拿我当什么 就是拿我当像大小宝贝似的 我可以可以看看 看看拿过来 我虽然性格可及了 但我心眼可好使用 我性格急 你讲话我不会交缘 我心眼太迟太直 有啥想说 我看看啊 是你爱吃的吗 是 是买的挺重要的 这是你爱吃的 我看看 我看还是这个意思 可以我讲的吧 都是成长鸡肉的 这些啊 可以 看你买的水果到底好得不好 我大概拿起他呀 俗话叫做千里送额毛 你心情亦重呀 不过咱大妈这一番操作 属实有点让人反感 毕竟别人大老远拎来的东西 客人还没走呢 咱就开始爬了了 还直呼要看一下大爷买的啥 这种行为别说是大爷了 估计咱红娘也无法理解呀 说通俗一点就是 不懂规矩 更不懂人情事故啥的 始终活在自个的世界呀 咱俩真是有缘走在一起的话 你看这个卡这个钱怎么进文化 反正我还认为就是要是要像 像你说是能交到一起 那工资就是一家拿有点放在一起 花 这样才像个家 一家拿出来的 对呀 那你先都像一家人了是不是 那你说你画你我画我 那不像一家人 那不各扯各心眼 那没啥意思了 我还真没考得这么闲 我就想问你去说 我还真没考到这儿呢 相得是演员 实际上还是看条件呀 明明是大麻相众大呀 但此时却是反客为主 弄得像大爷妃她不许一样 还没做过多的了解 上来就开始问工资咋安排 真是百家庆去掉照 张嘴就是钱 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俩人至少先聊一聊 再过渡到经济上呀 你放下来 谁又谁拿呗 是不是 那方便 爸哥刚才说这个 我不怎么太认同 我这些实话就直 一看声音就说 大精英实话太直 就是直 我不想一样都挽 很委婉那么说 我越接受不了 四个女的 都有九个女的把钱 唯独在营养她站起来 你看我四个串 你看我像秋千的人吗 咱那说是秋林花钱有什么 咱不是 你这都兴不着我 跟你在一起个哈呀 综合来看 综合来看这方面也不行 过不了这关 我还有那句话 就是一开始吧 你要先把了 后期完了在那上 一开始你都不让我当小女 你都不让我有舒服感 幸福感 因为大爷对于经济方面 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咱大妈瞬间是孙猴子的脸 说变就变 直呼和咱大爷不合适 甚至还表示 自个要当个小公主 整个家她说了算 这骨子强势 属实和咱条件不符合呀 没有金刚钻 压根揽不了瓷器活呀 这要是娶回家 肯定是祖宗呀 小公主吧 就是说不说说说 有点说嫩了啊 就这个意思 就是希望大夫 能把你当个小公主 对 疼着 对对对 你别拿我 就是不大回事 你拿我就是 哎呀 挺就是狐皮撩草的 就是挺不重视我的 那不行 幸福喝白 大喊小公主 根本就没拿 两人一球 都不倒不着一起 大喊小公主 咱大爷也是个实在人 就这个呀 还当啥小公主呀 俗话叫做 道不同不相为谋 咱大妈这样的 相亲风格 换来的 估计只有吐槽呀 毕竟结合老年 相亲的其他大妈来说 咱大妈肯定是一只独秀 干多少年了大哥 十多年了 干十多年了 就一直在这会儿吗 对对对 干的咋样啊 优秀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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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么说吧 找他报名的学员是多一步 优秀教练员秀教练员 优秀教练员秀教练员 绝对没错 我们教练员秀教练员特别好 好 真是诸葛亮带兵 从不打无准备支障 第二位和咱大妈相亲的大量 是实打实的驾校教练 在管理学生方面 属实是有办法 不知道在相亲上 是否可以啊 我说他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我 穿着吗 穿着 穿着 我眼睛可见了 觉得咋样 挺好的 王峰之间王大姐 你好 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吧 我姓刘 刘一昆 演员还不错 个头也行 这笑是啥意思啊大姐 不行 没过过 演员不过过 演员不过过 是差在那儿 长得那么黑你长得 完了他没有男人那种 那种气质 人家叫车的 这教练就是在外的天 就是晒的 跟学员就是 冬天跟着有区别皮肤啊 冬天也黑 就是晒 这风吹啊冬天连冬 再风吹 皮肤不得好 这下是彻底巴比丘了 看到咱大爷后 咱大妈当场冷笑一声 言外之意就是 没有相中咱大爷啊 对于明白人来说 咱大妈属实有点挑呀 又是嫌弃上一位大爷 不给他花钱 又嫌弃第二位皮肤黑 要知道咱大爷是 驾校教练 咋可能是细皮嫩肉呀 如此要求 属实有点心口开河了 喝一会 一杯脸就红了 不行 咋的 喝酒 少喝点还行 抽烟不行 那烟味 皮都像人 嘴里有口臭的味 多难闻呢 这个我都可以 要不他不说我也记 为了我个个身体健康 烟尿我都不动 烟我跟小红娘我也说了 我都不抽了 一喝烟能抽七八天 十天吧 大哥就说 如果要女方这口 不喜欢抽烟的话 一口不抽 一口都不抽 可以记呢 记 可以 还可以 又是抽烟 又是喝酒 这下咱大爷属实落选了 不过咱大妈的点评 属实是有点犀利呀 毕竟光嫌弃别人口臭这句话 她已经对两位大爷说过了 对于明白人来说 咱大妈属实的考虑一下自身的原因 毕竟红娘所介绍的 无疑是和自身所匹配的 要是这个没啥条件 还想找个实权实美的人 属实是有点难呀 住房住的话 你就上我那去住 这也非常好 哪都不能去呀 你就是住房最好 也不得我住自己的房 生长住的习惯 那对 就是说野人是过关的话 就是说没有房 那都可以 就是我 我又喜欢那种人吧 就是说 他没有房 上我家住 我也喜欢 你看你喜欢 喜欢啥不包容 八十五平 住去吧 野人没过关呢 大姐你 你瞅着大哥说话 这一直往前瞅 没事 这个晚上就是 瞅一眼 心里就有负感 演员差那么一点 大姐就觉得 是我的演员 对于咱大妈的 相亲场面来说 每一次都堪比经免 留给观众的 只有无尽的吐槽呀 按照这个风格 相亲属实有点难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来抬呀 俗话叫做 无规矩不成方圆 咱都是成年人了 去过来乡亲 肯定的规矩一点 咋能到处乱翻呢 知道的是乡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 加勒来贼了呢 这种行为 属实是大幅度 降低好感度呀 现在呢 我是来到这个男嘉宾的家门口 真的是克服了我很多坐电梯的恐惧症 45楼 他住的是这栋楼的顶楼 一般我觉得顶楼都是楼王 所以这家打开 应该家里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家 我不知道会不会超出我的想象 没有门铃吗 这是密码锁吗 这是密码锁 不是我家的密码锁 我不会 哈喽 你好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楠 凡人游写一楠 来给大家打一下招呼 有请一下我们 好 可以进来 可以可以 要换鞋吗 我要换 这么干净的家 他还让我不换鞋 可以进去是吧 OK 谢谢 首先来乡亲的大哥 也是妥妥的成功人士 家里的装修和摆设 都在透露大哥的条件比较优秀 而咱大哥呢 也正是做生意的小老板 每个月好几万的收入 属实是碾压很多同龄人了 按照这个条件来说 也是闭着眼不抽挑 他说我做生意 做生意要的 我们是在生养 他要生养给去活 对我们做无理的 总是在活到 我们去结活 结活了 待了七八个月 七八个月 可能时间久了 回来就说 两个人为了一些事情 性格也不适合 确实过后就是这样 就没分了嘛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虽说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 但也疏忽了家 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是推着小车上台阶 一步一个看 相处的时间越少 彼此的感情就越脆弱 或许这就是咱大哥离婚的原因 一般检查一个单身男士 他是不是真的单身的话 来到他家里要去的第一个地方 各位单身的女生们记住 你怎么知道 这是男嘉宾的衣柜 对 还算干净 还算干净 好 单人的牙刷 只有一把牙刷 你是不是知道 我们来偷偷又藏了一把 没有 我没有把在这里 还把在这里 我那是这样子的嘛 那是这样子的 还把在这里 你看 我一般都在这里吧 咱红娘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毕竟按照咱大哥的条件 即便不出来相信 自个私底下也能找到 但从咱朋友的口中可以知道 咱大哥的标准比较高 私生活估计也是比较丰富 所以要是找个居家过日子的 属实是需要红娘来帮她筛选了 这样才给予时间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只有恋爱嘛 都还很小 其实对婚姻的概念 人事还不是很深刻 不过确实我们是 感情还是很好 我们还稳定嘛 好 但我们拎这儿 后的不久 其实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好 都她的话 发生了意外嘛 她当时 本来我们是想计划 下一步呀 要个小宝宝那些 都出了车祸嘛 我觉得 说起过去的故事 咱大姐也是一脸伤感 毕竟夜有殷勤残局 人也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权 啥事还得往前看 但话说回来 咱大姐的个人情况 属实有点不敢恭维 主要原因就是 还在待夜状态 说通俗一点就是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按照相亲的划分来说 完全属于三五呀 现在呢 我是在看着男嘉宾的礼物 男嘉宾正在我身后 焦急的跟女嘉宾 解释这个路怎么走 从我们今天上午 去到男嘉宾家里 联系到女嘉宾 到现在已经整整 两个小时过去了 女嘉宾就一直徘徊 在几条滨江路 所以她根本找不到路 男嘉宾现在正在 非常有耐心地跟她解释 我们在哪个位置 真的 等人真的不是我的强项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彻底长见识了 毕竟对于乡亲来说 双方都是赶早不赶晚 结果咱大姐不仅迟到了 而且还迷路了 弄得红娘也是一脸猛 只能让咱大哥开着车 过去接她了 是女嘉宾啊 猜一下 我猜一下 我也不知道谁是女嘉宾了 因为你知道 这个微信里的照片 光看头像也看不清楚 我现在有 不是有处是不看不懂 你猜一猜 你更希望这两位 谁是女嘉宾 应该是六位嘛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女嘉宾 谁是唐宝宝 应该是你 这就这么大呀 我今天太累了 那就握手 简单直接 我们去咖啡厅好不好 先上车 太热了 对对对 好好好 来来来 一个是挑事那种 一个是将军那种 她可能 那个开了三个小时 自己心里也很烦 美好的事物要坐下来 慢慢发现 是不是 咱大哥是口袋里装钉的 锋芒碧露 见到咱大姐时 她是传老大做后烧 见机行事 坐进车里就开始吐槽 直呼咱大姐有点傲气和挑剔 俗话叫做香油新生 大哥的话虽然不敢沟通 但从大姐的说话态度和风格上 估计和傲娇也沾点边 毕竟四个已经迟到很久了 不仅没到指定的地点 还让大哥过去找他 下车后反而吐槽路程遥远 天又热 话说热的不止咱一个呀 吃完吧 还好吧 离菜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吃点东西 那你现在在重庆 警局到的是啥 在那个 重庆在那边 我在重庆就在这上面 在这买的房子 买的房子 我才搬进去的 眼前才装起 我的菜搬起一锅一项的店 我刷了 那你那个房子是 不建议我问啥 是不是 吃全款吗 是安捷的 不是安捷 不安捷 因为我们做生意哦 安捷的 安捷的 所以我是有啥子刷的 安捷的好多呀 我安捷的是一锅一盒四千多点 对你来说没压力 要说咱大姐的相亲风格 完全是单刀直入呀 见面先问房子是否安接 随后又问大哥的豪车属于谁 这妥妥的十分物质呀 毕竟别人相亲都是先问兴趣 其次在打听条件 而大姐则以物质为主 显然也是活得十分现实 倘若大哥的车房都不是自己的 估计大姐此时就走了呀 那我问一下你喜欢哪种性格的女王 性格就是说我肯定就不要那种 还有的活泡来的 你觉得我活泡吗 我现在想得了好 我是我就想得要 就开始就知道 有点外形有点的 就好 那你觉得我是哪样性格的 第一感觉其实是最好 就是可能就是想有点外形性 不过我不属于那种啥子 你说那种 你不喜欢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 火爆心哪 女孩子心哪 我不是 烂酒啊 赌博啊 不 我不打牌 我是打这牌 不抽烟 我想问你 你觉得我们就是相差400岁 所以你觉得以为带着那种 不过呀 我已经都没得 而且我喜欢大叔鸡 咱大哥也是妥妥的老油条 对于咱大姐的问题 也是对答如流 俩人也是高手过招 不过按照咱这个节奏的话 属实是瞎子认真 对不上眼呀 毕竟这些和相亲都没啥关系 说通俗一点 明显有点商业互捧呀 大哥的话把大姐都快夸出花了 在哪 问你 索眼也不远 索眼也不远 这个最主要是看你想不想去 他这个意思就是 想不想让我去 你家宾在发出信号 那先吃点东西吧 那先吃点东西 你们喝点水 你不管我呗 其实从今天一个女嘉宾的第一面之后 似乎这个感觉 就像你说的 没有让你达到那种 很期待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女嘉宾不够居家 像现在来说感觉 但是我没感觉到 只是我也不晓得去 也不知道那种事 因为可能我们在咖啡厅里面 看到的是一个很小资的她 可能在家中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一听说大姐要去参观大哥的豪宅 大哥也是欣然同意了 当然也只是磕头话罢了 毕竟她是没有相中大姐 认为大姐有点物质 而且事情还比较多 对于她的生活啥呢 完全是闭口不提 这为让大哥不是那么满意 知道的是乡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客房的服务员 对于咱大哥的豪宅 咱大姐也是挨个去查汉 甚至连鞋柜都不放过 话说咱只是过来相信的 咋能把这里当自己家 全然有妇女主人的架势 这属实有点仓促了 我喜欢红酒 这个可以 可以放好多杯子了 刚转完大哥的家 咱大姐又订上人家酒柜了 这架势 属实是翻箱倒柜啊 咱只是来相亲的 哪能乱翻人家的东西啊 估计此时大哥也后悔 让咱过来了 毕竟这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属实有点让人不敢共为 你这一条鞋子跟这个家里好搭 那不会吧 哎呀 你说的沙咖上 说一下你有什么人的感觉 哦 那我更不好意思做了 走啊 你不要请他做了 很不好意思 我还走 真的走 说一说 你到姐中 不玩笑 我请你心点 我请你心点 你到姐中 不玩笑 那边 不是动点不心吗 好 挺好呀 混搭呀 怎么觉得女嘉宾来你家里 比我们来你家里 能这个表现 不太一样 可以追 坐那么远干嘛 差不多了 怎么人玩呀 哎呦 你再安慰我吗 咱红娘在人情事故方面 完全是甩出咱大姐几条街啊 一眼就看中大姐相中环境了 马上表示大姐要当女主人了 瞬间弄得大姐也是一脸害羞 不过咱大哥却坐得远远的 眼神里面确实不厌烦 按照这个节奏来 两人也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挺辛苦 从原来这期过来说 我从 挺辛苦 因为我把这个 小一个礼物说 当时我们也 都逃不过 想不想这样 有点好 其实我想 还是我们 在我的那个那么好 在你的那个 我了解的 从来也不是 了解的不是更多 很透彩是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还是适合做朋友就好 百家庆去掉照 张嘴就是钱呀 咱大妈眼神里面 全是戏 讨价还价 只为让咱大爷 多出四千 弄到最后 不仅惹得红娘不满 更是气得大爷 直翻白眼 毕竟咱是来相亲的 可不是通过相亲 再就业啊 这你就现在 刚刚 现在好社会了 你早晓晓 二三四年以前 这那时候七多岁了 还找老伴 磕不磕 磕啥啥啥呀 就说是现在 觉得不磕啥了 熟的意思是 话里话外 是我赶上好时候了 对啊 夏天还行 夏天没事上公园 到这冬天了 哪打都挺冷的 你上小区 两亭都没有人 所以说你就在家 除了看电视 待会就睡觉 像你这个岁数的 叫平时还少吧 少 这没有招了 尤其晚上那对 不行就喝一杯酒吧 喝了酒 借点酒劲 你一会儿就睡到了 首先出场的大呀 人家的三观 可谓是十分清醒 之前觉得七十多岁 找老伴 属实是有点丢人 但真到七十岁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还是得找个老伴 虽然现在不愁吃喝 但没有老伴的话 那内心肯定是空缺 没个人聊天 万一半夜 有个偷偷发热啥的 那属实的万万呀 等下嘎了一叉了 这是二叉嘛 这是买的大蒜 种的蒜棉 嗯 那汤也是你自己摘的啊 那冲 这冲 冲摘一叉吧 嗯 十七八天 我那就 就该穿着大厨叶的了 嗯 叔姑你为啥自己在家种这些呀 你这买现成也不行吗 哎呀这只会有事干这个 你要不在家待着难受 你有点事了 一会儿看了你就交掉水 可能就消磨时间吧 啊有点人 我这算命要夹了 祝我炒吃 叔那你这一天三顿饭 都自己做呗 是个 做有时候 不乐做了就买点现成了 要说咱大爷的生活心态 属实是碾压无数大爷了 虽然是一个人生活 但家里面却是打扫的井井有条 最重要的就是 咱大爷没事的时候 还种点小菜啥的 虽然不多 但对于自己的一日三餐 完全是绰绰有余的 我大老太子 我养着你不就完了 你的就是有 你有啥有工资 是你的微分 我从我60多亩地的 60多亩地的广播 卖地一年就30万块钱 就这六八块钱一亩地吧 不是六六三万六 完了共产党还给这个支部 就是种子花费补贴 大家也有补贴 还得给两三千 这不就将近四万块钱 叔那你这些年纪 你得有点存款吧 那得有一部分 大概得有多少呢 你怎么说吧 就现在这个 在银行存款这个利息 一年能给我一万多块钱 那不得有三四十万呢 差不许多 真是不说不知道 一说就吓一跳 弄了半天 咱大爷也是妥妥的土豪呀 一年能补贴好几万块钱 而且大爷还有退休金 手里存款三四十万了 这对于老年相信来说 完全是闭着眼都不愁挑了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做人吗 我姓郭 郭勇春 七十一岁 你呢 我姓吴 我叫吴温霞 你多大 我六十五岁 握个手啊 握个手呢要不 嗨 人一般嘛 他挺忠实老实厚的那种 还挺好 但是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哎呀 真大 真大叔叔了 还好赖的 这我们说主要是挑的就是 互相性格好 身体好 哎 脸合得来 至于说外观照的 这能差不多多少就行 真大叔叔有几个好看 哎 就这么个破乌渣 哈哈 多少瓶能用 七十二 哦 七十二瓶 嗯 它够用 它作用了 做稀罐 那给了 嗯 嗯 啥都不随我心 这个设备 嗯 这是最速的吧 那他还能夹楼 不得像样 谁能这样事的 哎呀 一会儿吃 一会儿吃 我没法吃 你这会儿吃 嗯 一会儿吃 才吃完 你歇着再吃 嗯 在家 才吃完饭 嗯 才吃完饭 真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咱大妈也是十分现实 人情是不啥的 压根也不会整这些东西 只要没有相中 马上就眼神示意 气氛无疑变得是十分冷淡 不过对于咱乡亲来说 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完 至少俩人坐下来聊聊 好感的东西都是满满接触来的 女士优先 介绍一下自己 白师这意思哈 这个应该男士优先 嗯 我就觉得男士优先 女士优先 男士优先 说 啊 吵了点 来 哎 老家 黑龙江省龙江县 啊 哎 龙兴镇 啊 那你现在的生活 孩子关键是咋的 你咋 生活以后什么 现在我说六十多亩地 一年 六十多亩就是六爽吧 六爽 六爽地 九五六十亩 一年三十万块钱 你也有地现在 你也有多少地 一爽多 一爽多 他人家穷一富裕 我没啥太大关系 咱们不是飘饮你 这事哪事 我没说哪有事 哪有事 一发你来 我孩子的话 这都哪这样人家说 哪有只要行 我就养着你吧 吃穿穿肉 都是我花钱的 条件 太差 我都不是说是非得跟你 要什么钱呢 或者咋样 他这条件不行 什么一点保障没有 演员也没有 他要演员的话 条件差点也行 那演员还 那方面我没想懂 咱俩就歇着咔嚓就得了 没有演员 这个很重要 俗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于咱大爷 咱大妈属实是没有相中 虽然俩都是出身农村的 可大妈似乎有点清高 因为没有相中 对于咱大爷也是挨打不理 大爷给的水果也不吃 总之都在不断的暗示 就是没有相中你 咱大爷也是十分乐观 既然没有相中的话 那就没必要去耽误时间了 毕竟俩人坐在那里 属实是有点干大呀 人家都是第一眼的演员 才能决定是否成功 而大妈见面后就没有演员 不管大爷是否有钱 压根不想继续往下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咱大妈找老伴也不愿意糊弄 叔哥姨你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介绍介绍 我姓李 我姓郭 我姓郭 郭哥 郭哥不要 教啥呀说 郭永春 郭永春 他好 姨呢你叫啥 我叫李相亲 来吧给你里面摸个手吧 大哥你好 我是五一年生业 不管这个树的大小吧 就有这样好处 我身体好 没病 在我家 你想找药都找不着 刚才我们上你这个楼梯 五楼 我都喘了 姨没咋地 姨说我就当锻炼身体了 那平时我上这个楼 我又连多少斤的东西都没啥问题 那是不是姨 那你丫测 拿到鞋 七分十斤五六十斤走的经常 对 还行吧 平时是不错 挺实在的 看着我想说话 拉开大 挺爽快的 这个也挺对我的性格的比较行 以砸了几岁你觉得 这个我还不行 他不见老 shall 你说多 Surviv 家庭环境你觉得他这房子傻的 这环境是怎样 行比较不错 第一位大妈没演员 第二位大妈也有一点挑剔 但好歹愿意深入了解一番 而咱大爷一就是八十岁吹笛子 尽是老调子 又是拿菊子 又是说客套话 不过大妈是传老大做后烧 见机行事 并没有发表太多看法 这不有点像农村的习惯吗 看干啥年轻孩子呢 所以看对象呢 八个菊子吃就聚一块的就拿出 八个菊子吃是想跟你聚一块 嗯 是是那个这样 那你咋不吃呢 你是不想跟他聚一块的啊 跟人家也能有种 吃个五片吃 抽烟喝酒都会 是啊 那喝多少酒啊 二十三点 二十点 一会不会烟会 会不会抽烟呢 不会 抽烟喝酒都不会 抽烟喝酒都不会啊 抽烟喝酒的一闻的蜡的 我这边这眼泪也就像哭的似的 心受不了 你只要来了吧 再说什么的 就是所有人 各种费用都是我出钱 完了你这个 一个月呢 我再给你一千块零花钱 你就是加汗加汗 穿衣吃饭嘛 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熟点 一千块钱 难怪咱大妈没咋轻易发言 弄了半天 还是想都要歇闲 和第一位大妈不一样的就是 咱这位大妈暂时忽略了演员 一直在等大爷开口 谈这个生活费问题 如果生活费可以的话 不管是否有演员 都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啥都不是是 不过对于大爷一千的标准 大妈并不是多么满足 最少的两千块钱 一年两万十 十年就二十四万 咱俩这待遇都是 都过二十年 就将近五十万 都要你挣去了 那我那钱呢 我没有钱就冲啥要 咱就两个弟 三十万块钱 那也太超标了 我还真死到后准呢 你说我不存在钱 到时候我不得上下老线 二女能管你吗 二女为啥不能管你啊 还麻烦 你到时候你都 各人都管不过来 各个人呢 谁能管你 那你就不找老伴 他们就管你了 长得就不管你了 是这意思吗 那就是两个概念了 都不行了 你找过来的孩子 只能是恋开担的 可是一样 你这个生活上 都让熟承担了 你想想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柴米油盐 吃穿用肚 也不少钱呢 然后除了这些钱之外 你还要求熟 每个月再给你 存两千块钱 那你想想 熟又能有多少呢 熟难道不想的是 我也得留点老本嘛 我也得养老 知道的是乡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菜市场呢 毕竟咱大妈 开始讨价还价了 对于咱红娘来说 大妈属实是有点贪了 毕竟大爷吃喝啥的 都不用大妈管 每月还给大妈 一千多的零花钱 咱大妈依旧没有放在眼里 不断强调想多些钱 管大妈有些不管的 陪大哥老哥说话啥呢 那么就我带多拿出四千 就是 那么你是你买衣服了 拿去啥 你想啥你买啥 买衣服钱我就不再出了 所以说 在那里算一万六万 你那两万块钱得了吧 不行了 找对象这个事吧 是说 我真的说 我在感情上有缺失 我想找个对象 然后说这个零花钱的 或者是存钱的 那都是说 我有这个心意 我对你有这个情意 才存在这个零花钱的事 那你俩说 现在你多要四千 他说我在少给四千 你说你俩在这讲这个事 你不觉得这个事就变质了吗 是不是熟和爷 对于咱大爷来说 每月给大妈好几千 一年都得好几万 而且吃喝啥的他都得出 一年算下来不少钱 等于大妈过来一分钱不用拿 这对于老年相信来说 属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咱红娘也明白了大妈的意思 毕竟大妈咋看都不像是找人过日子 而是想找个大爷养着她 在生活非上海讨价还价 所以红娘直呼不行就拉倒 又还一口价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不得劲 这事在农村是挺正常 我也能接受 就是说你是现在真相同熟了 还是说觉得熟的钱出到位了 你可以 就这个人 你们俩觉得彼此的人怎么样 人行 谁的大哥呢 我不知道 你你想想的我也不知道 这个你那么说 这个人的都没啥踏头 谁就这么地方 俩就都同意了就行了吧 行 你俩都同意了 行 咱大妈整了一出 气得大爷直接翻白眼呀 不过大爷想想也正常 而咱大妈看见红娘的态度后 瞬间也慌了 毕竟要是被咱红娘给弄走的话 那以后就没机会了 索性就这样得了 但对明白人来说 这样的感情 属实是走不长 按照咱大妈的想法来说 她也是大伙过日子罢了 最先进入你家用眼帘的就是这张 她婚纱照 二年的一月份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了全不费功夫 默然回首 那人站在灯火阑珊处 这番话用来形容咱大爷 无疑是再合适不过了 七八十岁的年龄 只是相亲一次 就寻找到晚年的真爱 如此相亲 属实有点让人感动呀 你俩是搭档呗 天天和一姐 从两十一年龄到 差不多吧 你看看 从两他接近十岁呢 差十岁呢 差十岁呢 您多大岁数 我七十三 七十三 大爷到八十一 八十一了 八十一 太年轻了 是不是年轻 年轻 我看来我都比他四十大 对啊 这样吓说 年轻年轻 哎呀 八十一了 那您说应该 我们应该是管您叫大哥 还是叫叔呢 那不叫大哥 应该叫爷爷 咱们节目吧 都叫大哥 为啥 显着这个 第一是显着您年轻 第二是咱俩交流起来 没有带狗 是不是 真是不说责吧 一说则名人呀 咱大爷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和另一位大爷站在一起 属实是十分年轻 虽然俩人相差十岁多 但咱大爷明显更加年轻一点 难怪出来相亲 毕竟身体素质在这里摆着 健康 或者长得也比较年轻一点 那关键问题 有打球有关系啊 有啥关系呢 因为打球哪都动 是不是 不只是眼睛要盯着这东西 你头脑要琢磨这个球 的速度 方向怎么充满的 是不是啊 所以另外你胳膊腿 如果要是说不灵活 那你这个球你跟不上趟啊 哪儿都得动 对啊 所以看看吧 判断那个球也非常重要 基本动作就是这么大 要说咱大爷的生活 可悲是十分乐观 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人家热爱运动 无论是打乒乓球 还是健身 或者是扭秧歌 全部都不在话下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年龄大了找老伴 属实是不值的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 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需要陪伴 是你的小梳妆台 简单的小梳妆台 对 平时就是喜欢抹呀 画呀啥的吗 这种 就是眼眉 画一点点 完了 抹点那个保养 皮肤的 千天它就皮肤好 不用走 是 我就看这个 你看 虽然说大姐今年七十岁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皮肤还透着 亮的白颜镜 这个头发染过吧 应该是 染是肯定是染的 但是这个发量真多 对呀 它那个发子粗 所以显得就多似的 那为啥卧室里边 放了一个体重秤啊 那我控制我的体重 我也不想让它太瘦 也不让它太胖 那你要把体重控制在 一个什么样的 我在120到125 那这个120到125 是谁给出来的建议吗 我自己 我自己品出来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个意识 说我得控制一下体重 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也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另外人家保养的十分好 一点都不显老 再加上说话啥的 十分有气质 和咱大爷匹配起来 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问一句 那个金老师姓金 那个显竹的人姓金的多 比较多 不知道您是汉主还是显竹 我是朝显竹 刚才我说了 显竹我没再听明白 刚才我说了 没再听准 显竹 我是汉主 我知道 不建议吗 不建议 因为我出生在汉主地区 在东北 长在汉主地区 我那个朝语我还不会说 民族不同这块 有没有啥想法 没有 要是民族 要是我有想法 我就干脆都根本 当时就跟你说了 他是显竹 这个问题不大 你给大哥打分的话 能打多少分 一百分吧 能打九十分吧 你觉得 如果大哥给你打分的话 能打多少分 能打八十分吧 为啥比你低十分呢 因为我身高不高 我有身高一米五五 他身高一米七六嘛 你觉得会长得十分 我要四十四名 我还是有缺点的 俩人刚见面 对彼此都十分有演员 咱大妈喜欢跳舞 说话也是不紧不慢 而大爷也是十分有风度 这要是凑到一起的话 那小日子肯定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呀 你们俩玩起一站就还挺般配的 不是说还感觉差好多好多的那种 不是 你们俩玩起一站挺般配的 我一米七六 你俩站起来看看 你俩差得多不多 这么的 你俩身后有镜子 你俩就 你俩自己看一眼 其实你看 差得也不是觉得很多 这不挺般配的吗 先看看这个 正卧室 虽然咱大妈各自有点矮 但和咱大爷站在一起 完全是正好 在老年相亲中 身高也会影响演员 有的个低的 无意思会成为被拒绝的理由 但话说回来 都这个年纪了 身高不往回缩都已经算好了 没必要如此挑剔 人没有十全十美 要是真挑剔起来的话 换作是任何人也是一身缺点呀 很喜欢打乒乓球的这点 其实你俩还挺合适的 是不是 是我们俩共同爱好 我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的 东北师大 毕业以后就是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中文系毕业就打下了很多这个底子 比如说愿意看书啊 还有这个写书法呀 书法因为这个书法的作品吧 都在社区呢 然后因为现在又有点疫情 所以这个咱们进不去 东西也拿不出来 就没法给你展示了 但是大哥这个朗诵特别好 是不是啊 我喝过碎吧 行 必须得好好的这个准备准备啊 知道的是相亲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是一家子呢 咱大爷和咱大妈相亲 也算是毫无看点 原因就是俩人都是风平浪静 知书达理的 压根没有摩擦出任何火花呀 看惯了要钱要彩礼的 如此相亲 属实有点不适应呀 挺好 挺好吧 他挺投入的 朗诵的挺好 除了朗诵的挺好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能看出来说他身体挺好的 因为他理气挺移密的 整个从底下往上使劲了 对了 你反关键的关键 我说一个 我八十亿 你七十亿 再强调一遍 咱俩有年龄差距 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你介意不介意 是 这个我来之前就知道 来之前他说 是差十岁 他如果要是不嫌我岁数大的话 我认为还可以 岁数啊 咱大爷已经八十亿岁的高龄了 但对于大妈来说 虽然有一点问题 可大爷实属太优秀了 不仅会朗诵 而且兴趣还十分广泛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 没任何疾病 而大妈也是如此 俩人要是在一起生活 那日子肯定是温热柔雅 除了咱大爷的话 在老年相亲中 像这样的属实是少见 他有点神 小眼睛不讲究人吗 小眼睛讲究人啊 我觉得他能陪伴我 走完这段路程 我可以和他处 而且处成的希望 我觉得还挺大 处一处看 我同意咱俩处 我交往可以 过年了 我给你们写两幅联 大哥这词是事先讲好的呀 对 此时俩人也算是一派即合 决定先出处 对于观众而言 俩人无疑是需要漫长的相处时间 但让人意料的就是 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甚至连婚纱照都拍了呀 最先进入你家 用眼帘的就是这张 她婚纱照 二二年的一月份照的 我们这个年龄段没有婚纱照 当时都挺简朴的嘛 结婚的时候 我没照过 往我想 正会找到新的伴侣了 想实现这个愿望 照个婚纱照 我就争议他的遇见 他说行啊 去照去 之后我们就照了 照完之后 每天都看见他的时候 都感觉到有幸福感 相亲一年了 在这一年当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 陪伴的重要性 我们橱双入队都是牵手 上早事儿去的时候牵手 回来的时候上早事儿买很多东西 他一手拉着车 那个车是早事儿回来的车很重的 他一手拉着车 另一只手牵着我的手往回走 再就是我们俩出去购物 有的时候可能是东西很多 但是他不让我低了一个 他都是两个手都满了之后 他就没有手牵我了 完了他就说了 你要好好看路 好好走路 好像他一松下我的手了 就有一种不放心的那种感觉 他就像嘱咐小孩一样 往我呢 已经养成习惯了 不跟他牵手走路 我就好像是失去了平衡那种感觉 所以说不牵手走路 就是这个不习惯 从大妈的话中可以听出 婚后的她 无疑是被咱大爷宠上了天 两人坐在一起 也是紧紧地拉着手 要说咱大妈和咱大爷 属实是十分有夫妻项 虽然在很短的时间结婚了 但这份感情属实是十分靠谱呀 我被给我盖上 这是经常的事情 我呢就有点惰性了 其实按道理来说 应该你躺着之前 你先拿一个什么东西盖着 我就心事让他给我盖 这样子有幸福感吗 有时候他 我才感觉 我老王头 在晚年 又有了第二春 有脚步的地方 就是我们牵手的生涯 这种美好 我感觉到 很幸福 我这个年龄 七十多岁了 我值了 说起此时的感受 大妈也是一脸幸福 作为观众 咱只能给予最好的祝福 祝福二老白头到老 每天开心和快乐 这片爱情来的虽然很晚 但是很幸福 我们一定要珍惜它 爱护它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 根据我们的身体素质 我觉得我们再活十年 白头到老 没有问题 没问题